勞基法三讀通过 通过了这一条 放宽强制劳工65岁退休的规定 劳资可以通过协商 延后退休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越来越担心 台湾会像日本下流老人 越来越多 违汉为什么大家就会往 那个地方去担心 好 观众朋友 还有这个俊强哥 这个勞基法三讀修正之后 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差别 我就先画一条线 65岁 那过往65岁呢 是还没到不能退 那过了以后呢 叫不能留 所以就65岁嘛 那以前是这样子的方式 现在劳基法三讀通过修正以后 告诉你说 其实呢 这个资方跟狼狼可以协调 65岁过后 还能不能继续留 那俊强哥很简单 我们先不要管法 我们先管现实 它带来的是两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老龄化社会 65岁以上的占比变高 第二个就是 65岁以上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态 是已经需要 到处人家协助看护 还是一个瓦跳跳 身体还很好 而且他还想工作 那我就简单 举日本为例就好了 日本其实65岁以上的工作 比例比台湾远远的高 包含了便利超商服务业 甚至连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员 我还问了特别为什么 俊强哥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65岁以上的女性 基本上不太可能再生育 所以她去那些地方加油站 或者是什么 她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她的身体 没有健康的意义 所以拉回我们台湾就讲说 65岁以上 现在目前看起来身体状况可以 经济上面还想在工作 然后劳基法这个休战三度通过 以后不见得65岁到了以后 就会被强迫退休 我有一题是更现实的扣问 我就问 如果退休可以爽爽过 我当然退着回家就养老就好了 但是会不会反而是因为 你退休之后养老金你是不够的 所以不能退啊 好所以俊强哥讲到重点了 有钱不见得万能 但没有钱 万万不能 尤其现在目前 老人家退休之后 他变成退休银法族之后 他得每天生活都不需要跟他伸手 那才快活嘛 所以刚刚所讲的一个是规定 一个是体力 再来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65岁以后如果你退休了 那退休金不够我花 我还退个春天啊 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愉快的 那个退休生活了 所以就会考虑了 那观众本因为很简单 我们光是一个一层来看公务员 公务员现在目前 他是整个国家技术在走的 所以公务员的退休金 这几年军工叫年金改革 对不对 就改到他们了 对 他以后以前想说每个月多少钱 后来看起来变不够的时候 很多还没退的 看得比他多十岁多二十岁的那些神败 那些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的公务员 大家是进饭馆铁饭馆的时候 他们退休生活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那我可不可以延退 所以现在退休金缩水的关系 公务员很多都想延退了 因为我现在退了以后 我拿到的基本上 一定比我本来上班还少 那又没有到我的预期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 他们就不想要现在退休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市场 现在就像刚刚讲的 越来越有很多的企业 他们愿意聘用 这个年纪比较长的劳工 那以往大家很简单 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说 希望在那个职场上面 比如说餐饮业 希望来的服务员 年纪都是轻的 因为手较力 动作比较快 比较麻利 但第二个是什么 就大家喜欢看到说 如果我让一个长辈服务 我可能有压力 过意不去 对啊 怎么会一个 阿姨在那边帮我 对不对 送餐什么 但是呢 现在慢慢的 有一些不用直接面对顾客的 比如说像什么 像素食业啊 摩斯汉堡啊 他在后面包汉堡 对吧 你怎么知道 真的吗 但是他做得很仔细 也不会有脾气 上班又准时 我也忽然来说 赖一下说 我今天就不来了 所以摩斯汉堡用了很多妈妈就对了 摩斯汉堡的这个妈妈占了14% 那另外 网品也是一样 其实你要知道 我现在看到 我开始讲这些企业 可能半年后再谈这个话题 一定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俊阳哥 因为台湾的年纪越来越长 那少子化 年轻人越来越少 没有进来 现在一年只有十几万 以前是30万40万 所以呢 现在目前服务业呢 在招高年级的实习生 为什么叫他实习生 因为他可能以前是公务员 他干了一辈子又突然他变成是餐厅 科长退下来的 对 公务员变服务员 那以前他可能身份也转不过去 要转换 但是现在是像亲家兵用 在这个张三代理事 大家一起去的时候 感觉没什么 而且很快活 我们一起去工作 所以现在目前在职场当中 包含网品 包含摩斯汉堡 越来越多高龄的员工 我刚刚提到的一个面向 我要继续追着问 就是说 怕退休金不够 所以被迫你就做该牢牢牢 那比较现实面回来再查 就是说 我们每个月不是都有在那个 暗月在缴那个所谓的 劳退 劳保 等我退休那些钱 不够我养老 好 那观众朋友前几年 韩国有部电影叫做 寄生上流 对 对不对 那记得在这个字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词 未来的五年十年 你一定会常常看到 但是你千万不要 有这个错误的解读 叫做 下流老人 好不好 什么叫下流老人 你把它分开看 老人就表示是高龄者 是 下流就表示说 他其实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富裕 他可能比较贫穷的 这个叫下流老人 好 那四个字解采 你就了解我意思了 那贫穷 为什么会贫穷 因为他的退休金 包含他在退休以后 他是劳工 他是公务员 他所退休以后 劳工就拿劳保 我们现在劳保 还有这个相关的 这些请退的金额 都越来越少 整个饼座小了以后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拿到的中位数 甚至比北市的中低 收入户都还低 那表示说 他们并不是在一个愉快的退休状态 没错 我体质没多 没搞啦 那我什么没多 因为国家的饼变小 所以我还讲 财政还是一切 只要国家的基础变大 前几年的军工交流 根本也不用改革 所以呢 大家会对于 退休以后的生活 就会开始产生了一些疑虑 说 跟我想的不一样了 那所以呢 你看 这是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这样 再回过头来 今天都在绕圈子 但是媒体都还玩相通 因因果果果 对不对 为什么 维翰讲说 我们台湾的那个 劳退的那个机制 它的基数 大饼不够大 对 因为太多人在吃饼嘛 对不对 好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财政不够好 对 没有想象中好 停滞了以前 可能台湾锦银咖啡的时候 以及现在经济成长也没那么高了 但是这个大饼呢 本来是三个人在吃 所以我们这样吃吃吃 对 一下子变十个人在吃的时候 大家都退休了 更早吃快嘛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太早退休啊 台湾很多人都 对不对 年轻就是六十几岁 所以他就退了 但其他国家 有到七十几岁 都还在做的时候 所以当你太早退休的时候 来使用这个劳退基金的人 就变多了嘛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 那这一次的这个 劳基法修正案的 三图通过的修正 就是要让吃饼的人 吃劳退的人 不要那么多 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 那就不要拼命退啊 就先把它留下来 所以就要知道 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 大家就回过来 我刚刚讲的 劳保年金到底是多少 那现在你要知道 劳动基金在 今年的前五个月 这个是个好消息 讲得那么多 大家都怀疑 先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因为劳动基金 它是会有变动的 那今年的前五个月呢 刚好 它的劳动基金的 整个的运作跟投资 都是赚钱 它把我们的退休金 那一个十字的钱 拿去投资 先前我们在谈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四大基金 有时候他投资 他没有投资成功 所以他的基数比没有变大 可是整体来讲 都会告诉你 都有赚钱 那今年的数值漂亮 今年前五个月 就已经赚了五千六百亿 目前劳保基金的规模 是一兆七百亿元 所以就基本上看起来 它的那个饼是有变大的 但是它会浮动 那大家就在想说 那怎么办 那所以观众朋友 今天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高龄化 已经越来越多人 年纪到了65岁 他就退休了 退休开始使用 劳保年金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到 他整个的基数 那现在你看到 立法院当中 王世坚也在问 他就说那怎么办 不够的时候 一样包含电费的时候 我们也都这个方式 就是直接用播补的 那你播补 播补就是 你怎么没有办法改变 整个的它的这个 就是劳动基金 跟劳保基金 它的规模 我就看 你看 这个劳保基金规模 上冲到一兆七百亿 这个都天文数字了 你还用一千亿 一千亿每年 这样播补它 那因为没办法 因为它虽然是这样的状态 你不播补的话 现在目前整个劳保 它的人数 我刚讲 它除了人多之外 它一直在增加的人数很快 那我们台湾 军工教只有几百万人 可是其实劳工是 将近千万人 千万人上架的数字的时候 影响就会很大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状况就是说 如果我们都可以 在这个劳基法就算之后 让65岁不再是一个 退休的分水嶺 强制一定要退的话 那大家不要那么快 去解决 就是面对 那个劳保基金的共识问题 但还是那句话 财政好的话 其实都没问题 要是财政不好 过几年 它又会遇到一样的状况 因为太多人 在用这个劳退基金 最后呢 它还是会撑不过来 我们看到了 五一劳动节刚过 心情是还蛮沉重的 我讲一个更直白的话 今天心碎的 怎么能担到那 我还跟你们 care CPI几个百分点 我日子照样爽爽过 重点在薪水啊 是 大家都说为什么 刚刚洪梦凯讲的 官兵民返 五一劳动节 大家说正常放假 大家都会去跑去玩 但是有 大家都觉得说 玩得起吗 当然玩不起 很多劳工 他们是这间决定 要上街头抗议 为什么 你们加薪 加得太慢 而且劳工的权益 你根本没有在乎 根据劳动部 最新的统计 2023年 去年的新鲜人 平均起薪 3.5万 很多朋友 他们的 这些学弟学妹 要入住社会 现在大概就 三万出头而已 然后到3.5万 哪有这么好的事 那能力行有调查说 百分之23的起薪 仅只有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多少钱 跟他讲一下 两万六千多块钱而已 等于说 四个大学毕业生里面 只有 就有一个是领基本工资 你知道薪水多么低 那你又不调薪 所以又造成官兵民返的情况 所以跟我们刚刚讲的 CPI你丢一个无感的数据 完全不接地气 一样 平均起薪 你也丢一个平行时空 完全无感的数字 你怎么让人民有感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来 宝可梦创造了多大的商机 最近一则真人启示 今天全员炸锅了 这真的会炸锅 因为宝可梦 大家都知道 是所谓的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来台湾开展店的时候 照理说薪水 应该比照外商模式来进行 可是没想到 他开出这个职学 是主管职 而且你要怎么样 你要会日文 而且你要面试 还要带所谓的 这个公司的13个人 薪水多少钱 三万四千块 比刚刚谈到的三万 我还要低 主任级的 对 主任级的薪水这么低 大家说 我不想加入宝可梦 我就加入火箭队算了 我不要来玩宝可梦 玩宝可梦还这么低 这比政府公布的平均起薪 还要低一千块 所以你说 连主管职的薪水 都低于三万五了 政府是不是真的 还要面对我们的低薪问题 现在不管这个东西 连工程师 工程师大家觉得说 这个日野超 易野超 责任制 尿尿要有点黄色 还算你欧帕过关 甚至你要很多的技能 你要很多的城市 但现在 有公司开工程师的职缺 三万五千块 真的是让大家跌破眼镜 大家过去以为说 那个工程师的薪水 至少破十万 不成问题 年薪百万不是问题 但现在 已经到了三万五千块 而且你要学 所谓的相关的语法 所有的技能 坦白讲 我真的要汇这么多 我干嘛还做你这份工作 所以我觉得政府 真的是本末导致了 所以秀里 我们看到 嘉兴难如上青天 刚刚我们连生活用度 都计较了个半死的 那更不要想买房子的 那更是如南上登天一样 当你的薪水没有办法涨 那你就没有办法存钱 没有办法存钱 你要买房子 那就非常的困难 那特别是 在你存不到钱 没有存够足够的钱 能买房子的同时 房价又在远方 不断的一直涨 就跟天边的彩虹一样 因为你看这个打房 这几年喊了很多 居住正义的政策 各种政策说 都出炉了 说可以帮助年轻人买房子 但是你实际看数字 这个数字可不是冷冰冰 这个数字是让大家看得心惊惊 你看6都的房屋的涨幅的数字 6都台北市 从2021到2023 短短的两年之间 小坪数的房子 25坪以下是涨8.8% 那大坪数的房子 涨幅比较小一点 问题是年轻人有办法 买这个65坪以上的大房子吗 那这个当然难度更高了 所以呢 我们看对年轻人来讲 25坪以下的小宅 台北市涨8.8% 已经是最低的了 你往下看 新北涨15% 桃园涨19% 台中涨19% 台南涨25% 高雄涨21% 那一个两年 才短短两年 不是20年 短短两年的时间 房子涨了20几% 特别是台南跟高雄 你说这些年轻人 他现在呢 本来想北漂赚钱 回南部去买房子 比较便宜 看起来 连这样子的一个捷径 都要被堵死了 你刚刚讲到了 这个高雄 涨了21%的小宅 会多有感 如果你觉得 是个冷冰冰的话 秀琳今天要带我们 就去看看高雄 凶宅怕不怕 大家是怕得死 没有在怕的 凶宅长很凶啊 这就代表说 人比鬼还可怕 好不好 在这个现在 人吃人的社会 你要赚到钱不容易 凶宅就不要计较了 你看这个凶宅 2022年的时候 开价是858万 卖两年卖不出去 那结果呢 台积电要设厂的消息 一出现在高雄 凶宅的房价 从涨 现在的定价是1098万 两年不到涨了240万 人真的比鬼还可怕很多了 你看到台中买不起的 台中也涨将近20% 我只好去买南投 所以台北住不起住青浦 台中住不起就去住浦里 那这就是年轻人现在的困境 他只能用时间来换空间 那因为等政府不如靠自己 所以大家从穷则变则通 穷则变则通 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 会不会查户口逼你生小孩 这多恐怖的情节 这是真的 行政院长卓龙泰 为了解决小子化的问题 提出了这个护制单位 先去把未婚男女资料给盘一下 做给相关的单位 让他们通知来鼓励他们 早早成家生小孩 怕死人 什么年代的提出这个建议 那这个跟几年前林静怡喊出 10点以后关灯睡觉 解决小子化 也没有高明到哪里去啊 好 今天要跟大家抱歉的观众朋友 我现在讲一个过年 最让人讨厌的故事 过年回家吃围炉最讨厌 三金婆 为什么 因为三金婆永远问候两件事情 你现在薪水多少啊 你要结婚生小孩没有 关你个什么事 对不对 好 观众朋友 三金婆这头牙 我举个例而已 不是真的三金婆 过年的时候长辈都要问说 你赚多少钱啊 你要结婚没有啊 结婚了怎么还没生小孩 为什么每天都问这个 所以年轻的观众朋友 最讨厌这个 不管是男性女性都一样 有的男生到了三十岁 那边结婚说 快点啦 你是怎么没人朋友那样 金婆给你介绍一下 关你什么事 所以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说 我的隐私 我的薪水 我的婚姻状况 感情状况 生育的决定 你不要帮我决定 所以其实我先跟大家讲这个 那结果呢 左翁太医院长一秒钟 变成三金婆 他就来跟大家讲说 来喔 护证单位赶快去查 我们现在每一年 有多少的年轻人 他满18满20 他出社会 你们都知道嘛 护证师我知道嘛 左翁太医院长 他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即使我们现在目前 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 可是你叫护证单位去记查 他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有看行政院的说明 他说 我们现在如果发现说 譬如说台北市的中正区 我们现在有几千个年轻人 满20岁 也毕业了 也工作了以后 好像没有结婚 我们就给他投放 精准打击 我跟你说 年轻人结婚就算 结婚有优惠 结婚有送瓶箱 生小孩又补助 然后刺激他的欲望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吗 他会考虑我今天赚多少钱 薪水 找多少房租 我养不养成小孩嘛 所以这个事情 第二次讲 他是行不通的 但第三次我要跟大家讲说 我也理解 为什么急成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的问题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名 出生率低的 昨天我看赖清德跑去 认养一个流浪狗 他搞了半天 他讲说 因为现在台湾 14岁以下的小孩加起来 14岁以下 全台湾所有的 小朋友幼童 爸爸妈妈 这样秀名名 不到270万 猫跟狗加起来 都比小孩还多 所以又会有国安问题嘛 所以要解决 骚子化问题 打勾 但是叫这个护证单位 去逼年轻人结婚 然后生小孩 这个事情要打差 骚子化是问题 可是你用护证单位 去勾激以后 确认身份 你等于探刺了人家的隐私 这个事情一定会引起大反弹 好 我现在接着 讲完这个 三千公三千婆的 这个情绪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哇 这个让大家 好羡慕流口水的 2023年上市公司 非主管职 平均薪资的一个统计 这是公开的资料 联发哥还有 更多台积电 资料都在上面 大家就在想 我们是谁 乖乖在这上班 大家什么不敢结婚 大家什么不敢生 都不敢生下去 三千婆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再讲那个 咖把名字走的阿伯 对不对 阿伯你怎么不走 咖把名字走 你怎么不结婚 我跟一家三万块 是怎么结婚 现在目前台湾 149万人 预薪不到三万块 如果你刚好在双北 我们都讲到双北 房子贵 房价贵 连房租都贵 都租到一万五一个月了 我薪水三万 不是说 我随便讲讲 149万人薪水不到三万 两万多的一堆 那我就一万五的房租都扣掉了 我不用吃喝吗 我如果催省COVID-19 我不要买个药 对不对 我不要看医生 什么都要花钱 我在那边扣病假 那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就不敢结婚 那你今天这个是属于平均 大众一百多万人 不到三万 放在心里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 有啊 新竹的房价就特别高 新竹的那个里 对不对 它里面的那个平均就高 所以你说高科技产业 真的赚比较多 可是你以为台积电最好吗 没有 俊大哥你看 联发科才是最高 有没有 联发科在2023年去年 上市公司的非主管职 我现在不要讲到主管高干 经理协理什么 就一般的员工 在这个科技公司当中 联发科平均薪水是 375.4万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个月有二十几万 那台积电的话是280 所以联发科还比较高 那像这种的 当然它的平均的月薪 都在十几万以上 他们可能就对于婚姻状况 比较能够接受 可是他们不是多数啊 多数是不到三万元 然后呢 你要知道 现在目前 薪水低之外呢 工作也很难炒 因为它的要求很多 那我们知道 去做日文简历 以前是叫1到4级 现在是分5级 N1 N2 N3 然后N4 N5 一个是文法 一个是口语 都有改变那个 反正总之很简单 日文简历是N1 也就是 经常给我简单讲 就是听说最高级的 你都听我 你去日本看里面 他讲那个 平清盛时候的那种古文 你就听得懂了 这种的 然后呢 加起来 他只给多少钱 2万8起跳 我都念到日文N1了 我平时日文 对不对 去那个日商公司工作 我去那边做2万8干嘛 就讲说 你要我去做这个工作 2万8还N1 我要读多少年 第二个 你要知道 2万8 2万7 这看来不是一个巧合 变成常态 3万以下的工作还真多 2万8在这里 对不对 日文叫N1 对不对 再来 这边呢 是2万7 月姓只有2万7 但是呢 他在公司里面 又要交办任何工作 又要打字很快 又要很能够 处理大小事情以后 结果呢 被老板讲完以后 老板每天跟他讲 骂他什么 不高兴他离开了 一离开以后 网络上写了文章 老板很后悔 因为我虽然一个月2万7 我一个人抵7个人啊 我走了以后 他要补好几个人进来 所以就显示说 现在年轻人低薪 而且多工 而且呢 工作量非常的繁重 这个是重点了 钱领的少 工作繁重 这个才是 年轻人不敢结婚 结了婚 不敢生小孩 真正最核心的原因 地际的地方在 那你更不要讲 生活用度 你看这个 2万8一个月的 2万7一个月的 生活用度 一个人要活都难啊 我们现在不要讲 那个开跑车 对 好不好 什么五星级餐厅 米其林喝红酒 不要 我讲正常去吃日助餐 我们东征地海旁边的 好不好 叉叉排骨 以前我跑立法院去吃不到100 现在都100多了 老板娘跟我讲说 我以后你不要再举我张例子了 那就是便贵了 一份的排骨便当 在台北市都已经破百 100元 120了 那如果我今天跑去自助餐店 我就叫一碗饭 你要吃饭吗 要嘛 我两个菜 我吃一粒鱼 我不吃肉 我吃白骨 我没有鸡腿哦 我吃饭 台中啊 就这样个120块 这不是在框人 因为买完之后 记者回店再去买 这样到这样买的时候 你甚至冲你蹭饮以后 它变成200了 所以呢 吃个饭 一个人都要破百 那它的物价这么高 我刚刚讲的 149万人 中不到3万块 当然压力就很沉重 然后现在最近两天 是不是天气超热 没错 天气热到爆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吹冷气 吹冷气 你总要装冷气嘛 我在外面租个房子好了 我要装个冷气 来看看这个东西 这还不是内坎式 这是外露式的 子母机一装 这个冷气现在目前 大概平均价 因为有日系的 这个日系非常稀少等等 3万块 3万块 但是3万块 你存了半天存到了以后 你可能放在客厅 再等半年才会装 为什么 因为你3万已经付了 你买到这个 还顺其库款对不对 对 装上去要2万5嘛 装上去对不对 一台3万块装 他要2万5啊 你就是3万 3万已经没用 担很多啊 到处都要穿他 而且他要拉管线 所以这个是现实状况 观众朋友 我们的吃 我们的用度都非常的贵 一个冷气3万块 装上去要2万5 而且你可能还要 排好几个礼拜 那这种时候 大家就会感觉到 我们现在目前 生活的压力真的很大 所有的开销 用度都会很大 那吹完冷气 你装好了开心了 那连续吹好几天 忘记关以后 感恩我看医生 是 我到医院去发现说 现在医院也不一样了 因为以前是 健保 那个挂保 那个挂号费 它有一个上限嘛 现在上限已经取消了嘛 现在上限讲说 因为大有竞争 挂号费也没有上限嘛 结果 你讲 例如林苏芬讲说 等一讲 怎么会这样子 他的明察暗访发现 居然现在 已经没有挂号费上限之后 医院有6千块挂号费了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就是以价质量 我今天为了要排前面一点 挂个号6千块啊 不是 大医院他们比较贵的 本来是四五百 现在四五百 没有 一千 没有 两千 三千 六千 结果 邱太元 这个 不想要讲什么 他说 我在台大 看病的时候呢 我因为有优惠 我的挂号 你是在说啥 那跟上次主计长 去行政院吃爪 不是一样吗 就是要知道 何不食肉迷 现在挂号费 也冲上去了 据说有一次挂号 就要6千块的天价 各位劳工朋友 2023这一年 你有博弃吗 今天晚上 我们给大家看到 劳动部最新调查 高达七成五的劳工 对工作感到满意 你觉得呢 这一份调查 网友就笑说 这是超级不接地气的 超级大内宣 真相是什么 我们大家说 老板贪不严 新楼贪不吃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过去卖拌面 光是卖这个面 年营收 年年破亿的 曾国臣 曾拌面 2023去年这一年 也首度出现营收下滑 结果 员工旅游大缩水 从帛琉变花莲三日游 来 今天宇轩带我们来看到 居然还有老板 年终加不了薪 跟你讲说 等我几个美女 加好加满 用嘴公 算不了 俊翰哥刚才讲了 这么多凄惨的状况 但是我们的劳动部 不是这么认为 我们劳动部跟你讲 没有 我们是 局势滔滔的幸福之国 为什么 他说来 七成五的劳工 对于我们的工作 都感到很满意 坦白讲 看完这个数据之后 我突然非常庆幸 你知道吗 你庆幸什么 庆幸这个 这么烂的劳动部 在五月二十二 即将下台要换人了 但担心的是说 不知道赖清德 会提出什么样的人选 赶快把他换掉 乱七八糟 那讲白了 为什么会满意 因为他可能有非常满意 可能有很满意 但这是稍微满意 基本上 你只要不要太不满 像陈思东讲的 不要太不满 就会写 算是满意的部分 否则这工作 怎么会做下去呢 但来 现在来个民间数字 完全成为造妖精 为什么 球资网直接跟你讲了 打脸 为什么打脸 年后高达九成五的人乡赚值 换言之 所有的人都觉得 我想换工作 俊相哥 这怎么会满意啊 创十五年来新高 甚至有人想要做什么 逃离台湾 跑到海外去有百分之八四 为什么要走 低薪嘛 两个字低薪嘛 低薪你再看下去 真的是触目惊惊 所有你以为够强势的品牌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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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年关将近 居然都现原型 怎么那么惨 对 俊相哥 我的童年消失了 我的童年没了 为什么 因为创刊三十五年 哇 这个年纪比我还大 巧莲智月刊 现在跟你讲 三月一号 已经要终止订阅了 巧莲智 很多人的童年 对 这个巧舞嘛 这个歌大家都会唱嘛 但是我不唱 等一下给采薇唱 这大家都会唱的歌嘛 对不对 就说竟然 这个东西也要毁灭了 纸本不见了 因为现在小朋友 大家最可怕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爱花 对 管平板 像我看到有一些 那种朋友家 亲戚家 那种一岁的小朋友 已经手机弄得 比我动得还快 好可怕 纸本还是很温馨 但是没办法 现在家长都跑到官方 粉丝说 我们来疯狂的订购你 我们来订购你 拜托 就是各位 你看到这首歌 我们制作当会很优秀 你看多么可爱 说让官网 整个大档机 因为大家都涌入去订巧虎 但除了巧虎之外 有一个人也很有名 是我们的曾国成国歌 我们的成哥 成成哥 他说他过去推出一个 叫曾拌面 以前他做生意 有做吃的 做很久了 曾经还产赔4000万块 靠这个曾拌面 你知道竟然会赚多少钱 赚1亿 超过上亿 卖这个面 可以赚1亿 对 所以那时候带员工旅游 靠拌面的拌着拌着 就拌到帛琉去了 没想到去年的营收 非常不理想 竟然员工旅游 从帛琉 变成花莲三天 你就知道 现在营收大幅度下滑 就连名人 就连老牌子都受不了 好 曾拌面 这么强势的品牌 就是刚刚我讲的 你真的会赚1 还有 我们都觉得看到 逐科新贵 科技新贵 你都要退3步 为什么 大概是多新一足吧 结果咧 老板部 看一下啦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你们所谓 7乘5满意度 刚才俊强哥讲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大家不满意 最重要在于说 薪资水平 根本跟不上 物价的通货膨胀 物价的上扬 来你看到这个网友发文 说我在科技公司上班 平常听到科技公司 眼睛到为之一亮 马上看看 是不是一个金龟女婿 结果我还发现 没有 年终只有6千块 连1万都不到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月 也不是半个月 也不是只有一周的问题 他们就问 这样很正常吗 结果我网友笑 说你这样算好的 我还拿到全年 理鉴500块 更惨 连现金都没有 你就知道 这是现在整个 普遍期的现况 但有些网友分享 甚至有老板说什么 说各位员工 最爱的四个字 我们大家共体时间 听到这个词之后 完蛋了 不妙了 为什么 共体时间 没有年终 但大家 我明年 加倍奉还 网友是讲 拜托 我还跟你耗到你年 难怪嘛 9成5的人想离职 遇到这种状况 你不想跑吗 而我们讲 刚刚提到的都叫做 私人企业 你说公务员 铁办碗总该好一点的嘛 也没有 台铁大家讲 每次逢年过节选举 春节三节都要加班 他们说我们这太累了 希望能够照常休假 对 不过今年抗争着抗争着 现在跟你讲 没有啦 春节为了服务 整个全台湾广大的旅客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营运 但为什么这些台铁员工 如此不满 就是因为交通部 用非常非常低的薪资 来去应征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来他跟你讲说 来我们招募战务员 实行工 就多少 183 各位 你现在马上去你旁边 加油站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最低实行 用最低实行找战务人员 我就讲加油站员工 薪水都比这个高啦 比加油站都比你还高 加油站都还有200块啊 所以 当时你说 这个东西是实行工 雨萱 那我们看正值比较准 你不要讲这个 这个偏颇 好 那我们来看正值 来 跟你讲 要会英文日语 还说你这个什么 什么脱衣要550分啊 全民营节要终极啊 你知道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撒板块 我给你撒板块 就新生 我三生到耶 撒板块 所以难怪找不到人嘛 难怪大家满肚子火 但除了我们讲的台铁之外 现在被点名的 还有四大类的员工 比如说社工 以前我读社会系的 我们都讲 社工系出去呢 只吃不饱饿不死 社会系出去就饿死 但是现在公务员 还有什么 幼教跟医护 最重要的是医护 因为医护呢 在于说他们必须要日月轮班 包括晚上可能要职业班 非常的辛苦 结果现在大量流失去年 3400个 护理师 都出走了 薪资不够 又要轮班 结果他们现在回流了 回流你知道 俊翔哥到哪里去吗 去哪里 全部到白天的工作 长照啊 然后需要这种照顾的啊 总之 我就是不想要职业班 但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缺工的选项 其实总共还是一句话 薪资水平没到位 钱不够多 当然没人愿意做 苦民之所苦 都用家在说 董哥来看看 这样子一个低薪 政府看不到视而不见吗 险前就讨论啊 他们讲很好听啊 对医护提了多少保证啊 还跟企业界讲了多少好话 但是其实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在于你薪资调很低 甚至没有调 那可是整个通膨是非常高的 通膨可以讲说 这几十年来最高的一个通膨嘛 所以最近很流行一种空气包子 你有没有听过 那是什么东西 里面肉一点点 然后里面都是空气啊 现在还有人哪来 通通来做比较 包子也通膨了 包子也 都碰烹起了 碰烹起了 是啊 所以大家看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要不然我们去吃的包子越来越小 那我们买的饼干 里面以前有十块 现在里面六块 都常常是这样嘛 所以所有这东西 对很多人来讲 那我无意中 我就是被剥夺了 可以看到政府没有心气解决 那你要有心解决就要让他怕 譬如说 你是开飞机的机师 我们过年要罢工 他们就赶快出来讲好话 千万不要罢工啊 怎么样啊 因为这个罢工下去 国际社会都看到了 很难看 然后很多人的权利受影响了 所以赶快去调解 现在调解好像很圆满 大家都很高兴 那可是一般没有医师 没有机师这种权利的人 你是一个小小的工人 你去霸你的 谁理你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 他其实是看你 有没有那个分量 那这样的话 对很多人就不公平了 所以刚刚讲加油工 他的那个都比我们开那个铁路还好啊 那这个就表示说 我根本不太在乎这一些族群 我不怕你铁路嘛 铁路你罢工我也不怕 那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会上很多人是沸腾了 他们想到怎么样 既然没办法提高薪水 那我跳槽 我过年要跳槽 为什么跳槽的比例会这么高 对 对不对 他就是我在原来的单位 赚不到这个钱啊 那我去其他单位 找机会看看 所以这样大家都跳的话 其实很多职场 他就不稳定啊 那对整个台湾 整个经济变就非常不好 是 柴薇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只凸显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整体的就业市场 劳动市场是不健康不健全的 为什么会不健康不健全 因为今天我们的政府只想要用 这样子的美化的数据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劳动市场 就业市场非常非常的棒 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 疫后经济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好像只有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就业市场 还留在疫情的阶段 今天劳动部告诉我们 7成5的劳工 是对于工作感到满意的 虽然我不认同 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数据 不是事实 好 那如果政府要告诉我们 这个是事实的话 这凸显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这么可悲到我们的劳工 对于现在整体 这么不健全的就业市场 满意度的标准 这么这么的低 第一 我们的薪资完全没有成长 而且我们的薪资 几乎都被通膨吃掉 第二 不只是薪资 连我们年终奖金 连我们的年终福利等等 全部全部都缩水 也就是说 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到 民众体感的感受 而民众体感才是真正的感受 今天为什么有这么不健全的状况 就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一些其他的产业发展 然后就变成缺工 然后优秀年薪的出走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我大胆预测 接下来十年还是一样这么不健全的市场环境 说好的景气回春呢 五大工会 五大工会几乎520要上任的赖清德政府 改善缺工 青年低薪问题 快啊 你别说民间企业缺工 你看到就连刚刚民营化的台铁 都传出有多达2000人 要展开大逃杀 诶 账务人员要靠实行183块的零食工充数啊 当越来越多的低薪青年 上了高物价通膨的这一列失速列车 后面会刮起怎样的风暴 对 没错 事实上赖清德总统还没上任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都给他一些建言 那包括说像五大产业工会 目前就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 他们声明是什么呢 他们就希望说 朝野政党要以这个扶国立民为理念 然后要正式所谓的劳退年金的改革 因为到劳退的劳保 目前为止来说压力非常大 然后目前为止还有所谓的缺工的问题 目前各个产业几乎都是有严重缺工 那甚至还有这个所谓的低薪 青年低薪的这个问题 那这一次也是 这一次这个所谓政党之间攻防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所以这些问题来说的话 他们都希望说赖清德在上台之后 能够有一个解决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说实在 目前为止台湾面临到这个人力短缺的状况 非常严重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目前为止几个现象 像台北市 有一个60年的这个老店 叫这个立珠十几面 那就没想到 他最近就歇业了 那歇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们这个食品业者 食品这个餐饮业者 最近很难找到工人 找到这个服务的人员 所以没办法 人力不足 我们就永久歇业 那不是只有这个立珠十几面 那在南部 这个台南 很多人喜欢去的这个疫情水果店 疫城水果店 那这其实呢 他也是因为说 我现在老 我这个老板的年纪大 我没想到再做 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来轮班 所以我因为这样的话 我也歇业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其实目前为止来说话 餐饮或是说 这个一些 这个零售业 缺工问题非常严重 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两个产业 我们最近 因为准备要进入这个 这个过年时间 就没想到 台中的一个保全公司呢 因为目前为止 人力不足 因为毕竟你要轮休 这种班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做 所以在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 他说呢 因为我们人力不够 所以这个一到二月期间 你不能给我提出 所谓离职申请 很多人看到就觉得傻眼 我怎么不能够提出离职申请 这是我的权利啊 然后同时还说 因为人力不足 所以小年夜到出事期间 正班人员 你不能给我排休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太夸张吧 你是已经有侵害到 劳工权益的这个状况 但是这个保全公司说 没办法 因为我现在没人 好 那除了这个没人之外 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接下来 准备要展开这个春节的运输 那运输里面来说 台铁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因为台铁呢 他今年已经公司化了 那公司化之后呢 很多人就被优退 很多人就离职了嘛 那离职的时候 就结果没想到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是台铁的 这个中区的营运处 他就说 我们要招募这个 46个临时的人员 那临时人员要来做什么呢 协助所谓售票 检票 还有服务台等等的这个业务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薪水的时候 觉得有点少 他就说我们时薪就是183 比照最低的这个工资 那很多人就说 我做这个工作也是蛮繁重 那我不如去做这个加油站 加油站搞不好钱都比你多 甚至还有人说 那我去超商工作 都还比你更多嘛 对不对 那不是就很好了吗 那结果没想到 他又说 不是只有中区这样子 后来还有北区 又说 我们要这个招这个公读生 我们要协助所谓 减收票等等的这个业务 所以你看其实 很多人都说 你台铁迷运化之后 反而是带来了先日低薪 那这个还是加剧了 整体青年低薪的一个压力 不是更严重吗 可是你说民间缺工 我可以理解 对 因为大家不好过 对 这个不是铁饭碗 怎么也缺人缺这么严重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今年公私化 公私化之后 很多人就不愿意做 就是可能离职 优退了一大堆的这个状况 很多人比较老员工就说 那我就宁可领了退休期 我就离开了 那于是呢 我们刚才讲到就是 售票 检票 服务台 这些人员来说 其实说真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专业度没那么高 可是问题是 我们就讲嘛 产业工 因为这个台铁很多人离职 所以产业 台铁产业工会就说 我们今年呢 有两千到三千本人会离退 那离退的时候 他说车长 还有副站长 至少会缺大百分之十五 然后调度员 还有检修人员等等 行业关键人力会减少百分之十 这都不开玩笑 车长跟副站长 这都攸关安全 这都是很严重的 然后还有调度员 检修人员都少那么多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 台铁民运化的结果来说的话 不但是拉低了整体的 这个整体的薪资 甚至安全方面来说 我们可能要继续 盯着台铁 你公司化之后 这些安全 绝对不能够 懒散的一个状况 所以 缺工有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为了抢人 为了留人 你现在说是盖什么宿舍 给他住 什么北漂族 你都来这里住 让你住的安全都不够 还要帮他买房子 对 没错 我们知道事实上 这个很多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些所谓 这个私营的老店 撑不下去 但是大公司 我目前为止 我撑了下去 我就为了要找人 我就 这个无所不用其极 譬如说像 这个鼎泰峰 王品还有麦当劳 他们等等是怎样 说 这个俊相 你帮我找个新人来 新人来的时候 你介绍成功 我发给你奖金 五千到三万块 不等 找个新人 就有这么多的奖金 那不止这样 寿司长就说 如果你是在异地租屋的话 如果你是北漂族 我提供给你 五千到七千五元左右的 七千五百块左右的 这个租屋补贴 那一封堂 甚至还提供你 育额津贴 最高有十点八万 那马辣还提供给 员工宿舍 还有无息救难住金 甚至还有无息的 购物贷款等等 所以等于是说 大企业 他可以找 这个无所不用其意的找人 但是相对而言 这种小企业 或是个人户来说话 承受缺工压力 会更加巨大 好 我们看到了 今年 四月份 要进行一次 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台电要讨论 要不要涨电价 选钱跟你动涨 选后呢 这一次 大家把手背金 背后面 电价一上去 通膨就吹上去了 通膨吹上去之后 薪水如果没跟上去的话 两个相叠加 那就是国安危机了 对 没错 我们刚才讲到说 大企业都可以找到人 一般小企业都找不到人 就是大者恒大 这种所谓差异越来越大 事实上 我们就必须说 这几年台湾的财富 也的确是如此 以从蔡英文执政以来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 我们所得的这个差距 所得差距来说 是以所得最高的比去 除以所得最低的 这个族群来说 他们这个贫富差距 到底是多少 差几倍 那目前为止来到6.15倍 6.15倍是什么意思呢 是蔡英文执政以来的最高 同时也是 这个约莫从2012年以来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数字 所以显见的 我们台湾目前为止的贫富差距 正在拉大之中 那贫富差距 拉大的原因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一般所得比较低的 他可能就因为 我可能外食占我的这个所得的比重就比较高嘛 那如果你还这个所 你的外食在增加的时候 当然我压力会很大 CPI通膨的压力就对我比较大 那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我们去年前11个月的实质薪资 那我们通常就是 我领到多少之后 我要扣除物价 这才是我真正的实质 领到了薪水的购买力 就被想到 因为我们物价去年大概约43%左右 那薪资成长没有那么高 所以等于是变成是 减掉这个是负的0.97 简单来说就是 我的实质所得是一个负成长 那也因为负成长 所以你就知道说压力很大 你可以想 我们不但所得没有提升很多 但是你可以想 目前为止什么都在涨啊 像很多外食主席 会去吃的这个三三巧福的牛肉面 你看从145涨到155 那这个点餐跟套餐 约末涨5到8 新智你有涨那么多吗 没有嘛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的石斑鱼 白昌都涨了一成五 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 都在涨价 甚至我们就讲 台中第五市场的这个 这个所谓百元年菜 动涨11年之后 它今年的佛跳奖 还有猪脚 都涨30到20块 所以你看 年关将近 涨涨涨涨涨涨涨 家庭主妇跟所有的这个家庭的 非常大压力 可是现在我跟你讲 外食主目前为止涨价 或是说去年的涨价 我觉得这到底是小case 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非常大压力 是什么 因为去年台电呢 一共亏了一千九百多亿 那你就没想到累亏下来的话 它现在已经累亏了 三千八百二十亿左右 就累亏这么多 那这个对台电来说 它这个所谓 它的这个财务压力 形成非常大的这个情形 所以呢 能源专家梁启元就说 新政府呢 它可能被迫要调涨 大概十%左右的这个电价 为什么要调这么高 因为发电成本 目前每一度是三点九一元左右 那我们平均的售价是三点零八 所以你也就是说 多了这个零点八三 也就是说我们卖一度电来说的话 几乎是亏一度 所以台电涨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来说的话 还不保证台电能够转亏为盈 实际上这只是减少 它亏损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目前我只来说的话 王美花 或者我们经济部的态度是说 能够寻找这个 这个所谓资源方案 就是譬如说 政府再继续补贴来说 还是一个方法 可是问题是 你补贴能够补贴多久 但是对政府来讲 它担心的又是说 假设我放手让电涨价来说的话 恐怕会冲到 所谓的当年马英九 油电双涨之后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认为说 这就变成是一个 新政府上台一个非常大压力 我到底是要涨还是不要涨 不过无论如何 你既然已经累亏这么多了 这个债毕竟还是要有人来承担 那到底是最后是政府承担 还是我们全民承担 这样子而已 好秀玲 说好的2024景气回春 选后四天台股被提款1400亿 现在连国内的五大工会 都要提醒赖清德新政府 注意缺工 注意低薪 2024会怎么样失速狂飙吗 我觉得经济这个议题 是迷囊执政的时候 认知作战最大的一个领域 他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台湾经济是这几十年来最好 台湾的股市呢 是这几十年来标的最快的时候 跟马英九时代相比 但是呢 包括了这个薪资的中位数 每年都在增加 然后基本工资也都在调整 民进党政府对于数字这件事情 不断的要洗脑人民说 台湾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跟人民的感受 就是数字冷冰冰 人心是很实在的 包括了这个低薪缺工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 所以现在选举过后好不容易在选前可能有一些 产业是不敢出来抗议 说现在低薪缺工通膨 他们快要活不下去 因为大家也看到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选前不敢讲的话 反正民进党都连任成功了 那我总是要告诉你 事实是什么 生活的残酷面是什么 台湾的贫富差距 缺工低薪的问题 没有解决 年轻人呢 生活过得不好 这个事情没有解决 现在开始会有各种声音出来 选前不敢讲 因为怕得罪当道 现在会纷纷的出炉 但是民进党似乎没有学到教训 没有认知到这一次赖清德所拿到的选票 只有40% 是一个没有过半数的少数总统 大部分人对生活是不满意的 才会投出你这样子的支持度 那你知道现在 这个民进党的绿营车里头最喜欢宣传的 包括了这个台股 第一天有涨 庆祝行情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最近的瑞士信贷银行 出了一份报告 说台湾有960万的人都是准富裕阶层 就大家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 那个干你什么事 我们是其他绝大部分的其他人 他就说走在路上 你遇到的人有一半都是准富豪 那你看台湾的经济跟全世界比有多好 继续用数字来洗脑 用数字来告诉台湾人民 说台湾的经济在全世界非常的好 在这个过去几十年来非常的好 这个对于下一次的选举恐怕又是埋下了一个民怨的导火线 好 杨平你怎么看 今年大家要预期不只是这个低薪缺工的问题 通膨还有电价都会随之带来的物价 四月份 我之前一直在讲 选前是部长 选后就一定愿涨 政府一定愿意涨 而且涨到满 涨到爆 现在有学者预估台电要涨到10%才够它的亏损 但是台电当然可能会分两次涨足 但是至少3%5%跑不掉 那这个一月份大家薪资基本工资涨 大家最近才感受到什么饮料也涨 便当也涨 四月份还有一波 赖金德还没有上任 赖金德那时候还没有上任 可能物价还要再涨一波 所以赖金德上任之后 要面临的不管什么五缺缺工低薪 这些问题都会越来的越艰困 越来的越棘手 而这个政府他准备好要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我目前看不到 人也辛勤安 败也辛勤安 网络上居然出现了这个标题 今天大家想说 哇 才十个月 已经有被害人了 人生被我妈用辛勤安给毁了 他怎么了 对 没错 我们必须说啦 辛勤安当然是一个 很多人认为不错的政策 很多年轻人是鼓一掌声 但是就有人会滥用 这就是一个滥用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呢 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写 我爸妈现在六十多岁 但他们从四十几岁就开始探聘 因为为什么 就可能在操作房地产嘛 然后他出了社会之后呢 他就一直供养他们父母亲 他说他一个月薪水是三万八 他就说呢 我还要给他们一万五左右一个状况 然后呢 我还要租这个八千块 左右的这个房子来租 结果他妈妈就说 现在有辛勤安啊 辛勤安的话 你是符合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嘛 他就逼着 他妈妈就逼着他去买房子 那买了这个房子 他也辛辛安的贷款就下来了 买房子要供养一辈子 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他供养供养供养 他妈妈想说 房子反正房子 储放里面也不好嘛 他就把他这个用租金 把他租给一个学生 用一个月收这个四千五 结果他收四千五的时候 这个学生 我们知道最近不是说吗 你可以这个房租的补贴吗 他就去申请 申请房租补贴之后 结果没想到 被他证明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财政部说要抓所谓人头户 还有说你买来用租的 这个都是不行的 结果就被抓到 被抓到之后 现在没办法 现在等于辛辛安的贷款 要追回来 然后他还要背这个房子 他就觉得说 他的人生被他妈妈 用辛辛安给毁掉的一个状况 好 杨明 辛辛安到底是药还是毒 你看房仲龙头 李同荣他说辛辛安是安非他命 这个太耸动了 你怎么看 俊强哥我们用数据来讲话 过去十二年 这个所谓的旧版的 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 十二年总共贷出去三十四万户 平均一年不到三万户 大概两万多 我们这个辛辛安上路十个月 到五月为止 十个月就有五万户 有好几乎 将近多了一倍 所以还没满一年 到今年七月底才满一年 所以你说有没有诱因 有啊 为什么 因为你能贷款的金额增加 优惠的利率也增加 然后能够宽限的年限 以及他总共能够那个从三十年上限 从三年延长到四十年 所以光是 这个开办之后 他现在平均的贷款的期数 平均的年限 就还款年限 是二十五年以上 对 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就是说 我有一个买房子的机会了 当然你说有人买房 就会有人投机 是 那现在不管央行也好 财政部也罢 我们的政府发现 可能有人投机的时候 他就不是补药 他可能就会变成毒药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要如何勾机 那些网路上写的那些文章 不见得是有办法真的查核 但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工具 我告诉你 租金补贴 跟这个所谓的轻安贷款 只要地址一对 同样的 一定对得出来 所以这种的资格就要把它排除掉 这个是确实的 不管那个故事是真的假的 但是实务上是可能造成的 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说政府如果不要 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 好好的让真正需要的年轻人 想要成家的 能够得到这些优惠 不要让那些投机分子 越过雷池一步的话 赶快动起来 回头是岸啊 Vincent你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要拼连任 现在还早 但是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要拼连任的话 就三个重大议题要处理得好 第一个就是房价 第二个就是薪资 尤其是青年的薪资 而第三个就是两岸的稳定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在台北市会不满意 我当然会不满意这件事情 我自己身为台北市 因为买不起房子 所以我的重点是说 这件事情我认为 政府要动得快点 但是同时要小心 要小心处理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房价 这个要开始跌 但如果房价开始跌 会不会有更大的经济波折 我相信也会有 所以就政府就变得 有点两难 就是说我到底要打房 打到什么地步 打到开始跌 那很多人贷款开始 这个不成比例了 等等等等 那这些造成经济影响 怎么办 所以向来我觉得 无论是国民党 无论是民进党 都是希望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就是房价为止 那另外一部分 透过社会的一些相关补助 包括这个社会住宅等等 来确保说没有房子的人 有人有地方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赖清德政府 未来四年最重大的考题 就是要如何确保 这两管旗下的作为 都是可以积极做 包括房价维持 就是说你不要说它去跌 但至少不能再涨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确保说我在社会住宅的建构 是可以加速的 来满足到我年轻买不起房子的 那我认为现在这个央行 四处降值 我认为那作用不大 说实在作用 你也觉得作用不大 你从七成到六成 你已经都可以出三成了 你出不了四成吗 那个房仲业者已经预告了 下半年价量其洋的态势 大概是不变了 我觉得现在房价 我自己作为市议员 其实最主要一个问题 还是供应 还是供应 我们台北市 包括像因为我是台北市 我们是七成的房子都已经三十年以上了 所以我们台北市的更新速度太慢 我们的供应速度太少 所以这个部分导致我们的市场 其实属于一个非自由市场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要更宏观去思考 中央政府配合央行 大家一起思考更宏观的政策 才是正确作为 宇轩你怎么看 我真的比较诚实一点 而且台湾人是非常机灵脑袋聪明的一个民主 所以遇到这种有洞要去赚的方法太容易了 我先讲新清安当然是利益良善 但因为过去房屋的最重要重点是什么 避锁期五年 对不对 那你避锁期五年之后 他今天宽限期变成也是五年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可以买空卖空 等于就是说我今天通过新清安这个方式 然后我先去买到一个产品之后 买到一个房子之后 我就预期之后它会涨 对不对 我预期之后它会涨之后 反正只有五年我就缴利息 那等到利息缴完之后呢 反正我到时候房子我就顺手就卖了 那这个举动就要炒房子 可是问题是对他的设定目标是年轻人 那你怎么样去防范说 今天会不会有人头的问题 我讲人头不是说真的是你非亲非故的去当人头 而是说今天比如说你这边有 像这个妈妈吵儿子 对吧 就你父母有这个财力有这个实力 那他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因为比如说好 今天他真的提醒现金了 我们今天讲到一个案例 有人说他直接转账 转账之后呢 然后大家的儿子的户头 然后儿子呢再拿这个当投期款 投期款之后申请新清安 对不对 他是自己跟他的爸妈买了这个房子 但如果今天是第三方的房子呢 对不对 他如果父母有办法用现金去处理呢 这个东西 我讲国税局百密有益书 那甚至这样我们讲的第二件事情 他说是因为租房子去被抓到嘛 对不对 那我问了 我刚才讲这个套是买空买空 为什么是买空买空 今天他用缴 我们讲宽限期的利息 利息绝对非常低 一千万以内 这个租金绝对有办法去cover 那另外呢 他去找这种比如说成年人 或者说没办法使用租金补贴的 等等的 反正不管或者约定好说 我今天就是用比较低的价格出给你 那你就不要再去申请租金补贴 用这样方式完全cover 他等于说这五年之内 不用花任何的成本 然后最后预期房子会卖掉 各位我在讲这是投机的行为 再第二件事情 那如果有人存着这个投机的心态 最后搞砸了怎么办 为什么 比如说他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去因应 对不对 但等到五年之后 他反正说我卖掉就好了 丢给你法拍啊 我丢给你法拍就好了 我卖掉就好了 对不对 就五年之后发现完蛋了 房子跌了 他就来投机了嘛 因为现在很多业者都主打说 哎呀我新清安保证你哦 买了之后赚大钱 你赶快来跟我买哦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必涨的 那请问一下 这会不会产生 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个风险性 当然会啊 所以我们刚才才会提醒说 会产生金融市场上的风险 但我还是要回根就底 新清安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当然是好东西 但是他怪是怪在 因为台湾人真的太聪明了 我可能会保证 这个所谓的五万个 这个成交的户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是青年 想要买自己的房子 有多少人是投机 其实我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好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路看下来 看到了两岸极栋 ECFA清零 政府警报非核的神主牌 发电只能选贵的 种种几件事情 成了主机长口中 今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变数 通膨吃掉了加薪 主机长进一步预告 今年的实质薪资 还是富的 要当心哦 别让你的人民越打拼越贫穷 穷成了国安问题了 台湾目前两大民怨之首 一个叫房价 一个叫物价 但总结在哪边 在所得 主机长他就说了 2024年实质的经常性薪资呢 目前预估仍然是负数 俊向哥 这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发生什么事呢 薪资有没有成长 有成长 但物价的成长更快 所以变成了说 你的薪资成长追不上物价 我们来看第一季哦 第一季的实质薪资 就少了万分之九 简单的说这可是要点啊 你一个月才赚三四万块 结果你的钱还变少了 你能够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日子怎么会好呢 所以人民苦在这个地方 政府你有觉知到 你有察觉到 你有努力的去抑制通膨吗 辅大AI发展中心就做了一个调查说 目前政府对于抑制物价的一个上涨 是否感到满意 数字出来大家吓死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哦 目前呢 非常不满意的人高达46% 不太满意的是32% 这一来一回加起来 是高达78% 简单的说 近八成的民众都觉得 台湾的物价太高了 但政府压不下来 好绝对不是狗废火车而已 都是手伸进去你可以试得到水温的 来我们一个个来看 现在活在怎么样的一个 通膨啃咬追杀的情况 好多人好爱开电动车 为什么呢 我汽车加油一桶1500 我电动车加油 充电 大概只需要600块 但没有想到呢 最近U-POWER U-POWER是一个台湾非常大的 电动车的一个充电站的一个联盟 他就说 我们也撑不住啦 现在也要涨价 一口气要涨10%哦 涨10% 每度电现在是9块9 我们以特斯拉的Model Y来看的话 现在呢 充一次就要增加67.5元 简单的说啦 过去充六七六百多块 现在一口气要充到750了 但现在大家还是说 生活的小确性还是要有嘛 但没有想到呢 最简单的 早上起床要上班前 要读书前 买个豆浆喝吧 最近呢 某个社团就说了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上个礼拜买的时候才58块 怎么短短一个礼拜促销的一个豆浆 一口气涨10块钱呢 等一下你会不会讲错 他是促销 还比一个礼拜前贵10块啊 先跟各位说 58块涨10块 是涨接近两成 然后呢 大家还有说 还有些东西哦 里面价格没 价格没变 里面全变了 我们来看哦 这个是非常出名的商场当中的 神奇的所谓的牛肉馅 牛肉馅饼过去呢 他们都说什么呢 他们都说 买这个太好了回家开三卷三个人就吃饱了 为什么呢 这个叫皮薄蟹多 可是呢 这个牛肉卷现在好奇怪哦 俊相哥 一切开你发现的 怎么跟过去不一样 这边都是面粉 这边都是面粉 好多人就说 这个面粉一口气就占了一半左右了吧 那我的牛肉跑到哪里去了 好多人都说 怎么现在吃的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 这个是真实的现象面 我就问如果大家寿星阶级薪水有加到一定的level的话 难道没得要斤斤计较 问题是政府也告诉我们有啊 过去八年我基本工资一路条条条到快40% 底辈四成应该很有感 为什么寿星阶级反而很无感呢 现在寿星阶级就是老的生气 小的也生气 我们来看哦 111人力银行就调查哦 今年新鲜人 他们对于薪资的期待值高达 37213元哦 较去年的35186是提升了5% 但俊相哥 事实会说话 为什么呢 另外一家求职网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看清楚哦 目前学士学历的话呢 薪资起薪在31136 然后呢 研究所起薪的是33988 简单的说 大家心中都有个落差 但这当中还有个可怕的陷阱 所以这个变成 我的期待很丰满 可是我的现实很骨感 你说的陷阱是什么 陷阱是现在还有更大的一个麻烦 是好多那种已经入职三年五年的 就说你们这些新人连续四年 你们的薪资都增加 别忘了哦 过去四年我们的基础薪资是增加的哦 但还有一些老人 不算老人啊 就进来比较久的 他们就说了 气死人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新人的起薪 都比老鸟还要高 我已经在公司任职四年了 最近公司严重的一个缺人 大家都说要离职要离职 为什么呢 居然老鸟的价值比不上新近同仁 为什么呢 因为薪资年年长 但很多的老鸟工作四五年的 他的薪资没涨上来啊 所以我们一路看下来 从一贯的这个所谓的豆浆 到特斯拉去这个冲宝店 这些小的感受还没完 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种对于受薪阶级年轻人的那种 剥夺感最剧烈的是在哪里 买房子啊 没有错 现在来跟各位谈几件 在台北最残忍的一个事实 什么叫残忍的事实呢 我们都说嘛 小孩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呢 好的学区很重要 可是台北现在的好学区多夸张呢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是出名的一个网站说 我想要在双敦化学区当中 找一间房 结果这间房呢 进去 静香哥 一间房子四千五百万 不打紧 房子已经是快五十年的一个老房 里面都还破破旧旧的 更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去看一下觉得怎么这么贵 转眼一看 别人买走了 哇 这个实在是追都追不到啊 所以呢 现在先跟各位说 台北很多那种 阿公阿嬷级的老公寓 再跟各位说 这个是四五十年的老公寓 三房的 动辄三四千万 四五千万 然后你还有家车位呢 各位 都六千万起跳 好多人就说了 台北居大不易 大安区现在是 一百二十二万六千一坪 然后呢 四大副小是 一百零七万三千一坪 简单的说 现在要驻台北 每坪都要一百万 才能起跳 人家听命宽的说 你说 咱们都说台北市的蛋黄 中的蛋黄区来 我们去远一点 跟着捷运走 来到新北的红树林站 稍微远一点点 应该符合蛋白区了吧 哎呦 这个也没办法 现在跟各位说 红树林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过去这段期间呢 台北捷运人流的一个成长 红树林站是成长的第三名 简单的说 大家都往那边挤了 可是呢 现在铁针针的一个事实是 好多人哦 就去看新北捷运 红树林站附近的某社区哦 他们说 才半年前哦 各位 就在去年底哦 一千是两千两百万 最近去问 两千六 然后现在呢 是有行无事 半年前 涨了四百万 同一间房子啊 重点是在于 因为第一个是 所谓的淡水生活圈 又有轻轨的一个通车嘛 但就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一句老话 薪资有没有涨 有涨 可是房价 物价 涨得比你想象中还更快 这就变成了 台湾 有钱人 更有钱 但穷人就越来越穷 翻不了身啊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